好 除了担心核电污染 昨天广东省河原市有上万人游行抗疫火力发电厂的污染 要求政府要取消二汽工程 数百特警一度阻拦 双方发生冲突 河原市市民日前得知当地政府扩建火电厂 担心会加剧环境污染 4月12号发起抗疫活动 在市区主要街道游行 打出还我青山绿水 核电二汽滚单的横幅 沿途高喊反对电厂的口号 并向路旁围观民众高喊 一起来 队伍游行到市政府门口静坐 期间陆市有大量市民加入 也有部分市民提前离场 高峰人潮达到2到3万人 下午6点人潮逐渐散去 据了解 当地火电厂新建5年 排放的废气造成空气污染 因为灰尘大 附近民众都不敢开窗户 果树只开花 不结果 3月7号 民间自发组织在全市范围内 进行反对扩建的联署 收集到3万千名 河源位于东江中上游 市民还担心火电厂排污会污染江水 进而影响香港 深圳等多地的饮用水 新唐人记者雄斌 舒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